跟那個獎犬獎 那我覺得這次我們看到一個男孩 變成一個男人的獎犬的樣子 我想這也是 你們會覺得很大會的地方 對任何失去子女的父母來講 這個悲傷是永遠不會結束 永遠不會過去 可是我們透過時間 透過支持跟鼓勵 終有要學會如何跟悲傷合結 那麼我想這次整個緣起的離開 帶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生命教育 語大哥不在 我只是跟那個獎犬獎 那我覺得這次我們看到一個男孩 變成一個男人的獎犬 我想這也是 很大會的地方 那麼我想這次的這個 這個怨氣帶給我們的生命教育 也感動了台灣很多的人 那尤其是 對任何失去子女的父母來講 這個悲傷是永遠不會結束 永遠不會過去 是我們透過時間 透過支持跟鼓勵 終有要學會如何跟悲傷合結 然後我想就是 這次整個 緣起的離開 帶給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生命教育 這樣子 對 想表達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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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樂樂有沒有辦法來 陳小樂有沒有辦法來 對 昨天小樂就有說要 要找媽媽 就問他有問 就是 唉 不要講 他可能不曉得 畢竟還4歲 沒有了死掉的意思 可能以後是真的見不到 真的那種 比較正式的 然後希望他會 他會喜歡 會幫他換 那個歌他有什麼 特別意義 還是就是他 比較正式的 然後希望他會 他會喜歡 會幫他換 那個歌他有什麼 特別意義 還是就是他 會幫他換 因為 因為 他的朋友好像有帽到他吧 對 然後帽他穿白色的衣服 對 小樂樂有沒有辦法來 陳小樂有沒有辦法來 對 就是幫他換衣服 他現在是有 已經本來有換一件新的衣服 他帶去醫院的 都還 都還 都還沒有穿過的 對啊 有個小朋友 會 要找媽媽嗎 哇 昨天小樂就有說要 要找媽媽 就問 他有問 就是 唉 我非常想喔 這個 所以你們怎麼跟他說 媽媽 就是叫他一直要乖啊 媽媽在天上會看著他 所以沒有告訴他 媽媽有跟他講 可是他就是 真的視龍飛龍 他可能不曉得 畢竟還四歲了 沒有的死掉的意思 可能以後是 真的 見不到 這樣 應該六的時候會 開放 下午兩點 到五點的時段 然後可以 粉絲 就是進場這樣 希望 小安二姐的朋友 然後還有 想念他的朋友們 可以來這邊 跟他質疑一下 看看他 流程 大致上都已經 跑得差不多了 就是前面 會做一個 幾乎叫我意思的 禱告 然後唱四歌這樣 然後應該說 我會 上去講一下 二姐 就是 生前的 就是一些事情 這樣 對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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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唱歌 不會唱歌 對 應該只有 牧師 他們那邊來 有唱 聖歌這樣 因為他們有辦 這個 辦這個的儀式